金馬獎今年邁入第51屆 剛剛頒發的最新獎項最佳原著劇本 由台灣電影行動代號孫中山的《易志言》獲得 而每一年的金馬獎都有許多覺得令人回味的佳作 帶您一起來看看 電影中飾演大陸新娘的楊慧生 飾演孕婦角色 為戲增胖養出大肚男 楊慧生從20歲演到45歲 詮釋兩代女性經營餐廳的曲折故事 展現女性的建議 《我這樣過了一生》是導演《莊藝1985年》作品 不僅讓楊慧生拿下第22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也獲得最佳劇情片及最佳導演獎 好可憐 1989年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 挑戰當時台灣社會最受爭議的禁忌話題 二二八事件 在金馬獎之前先奪得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 成為第一部在世界級三大影展榮獲首獎的台灣電影 電影魅力卻在金馬獎止步 最終拿下第26屆最佳導演及男主角獎 最佳影片由三個女人的故事勝出 受到導演佛孝賢的服務 李安的喜宴再度抱走重量及影展大獎 國立影展最佳影片金雄獎 在第30屆金馬獎 一口氣拿下最佳劇情片 最佳導演獎 最佳原著劇盆獎 最佳男配角獎 和最佳女配角獎 我沒說是你 我沒看清楚 基地角逐金馬最佳男主角的莊政 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是他第三度問鼎金馬影帝的電影之一 一世是導演楊德昌取次台灣1960年初的社會案件 看似小情侶的愛情導致殺人 背後卻是時代的縮影 在第28屆金馬獎 拿下最佳劇情片獎 最佳原著劇本獎 也是台灣電影新浪超的重要電影之一 另一部描述日劇時代掏金熱底下 台灣礦工與底層平民地悲苦生活的 五眼的山丘 是美工出身的導演王瞳的史詩代表作 奪得第29屆金馬獎最佳導演 自家劇情片 自家劇本等六項大獎 我想去買點東西 你不如自己放棄吧 香港導演陳可欣作品《甜蜜蜜》 以浪漫愛情的包裝 表述一對男女從大陸移民香港 經過十多年的離合 寫進中國人在異鄉生活的悲喜 不但是導演陳可欣的代表作 也征服歐美影評人 在第三日世界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片 也讓張曼玉奪下第四座《影后殊榮》 我以前不得選 我現在想選一番就好人 香港黑幫電影經典《無間道》 由影帝劉德華 梁朝偉 黃秋生主演 劉偉強和麥照會知道 在第四十屆金馬獎上 奪下這家影片 導演 男主角 男配角等大獎 劉德華和梁朝偉更是連戰其回 最後以一票之差 梁朝偉登上影帝寶座 提到港片 當然還有周星馳的功夫 2005年 先後在香港電影機上場 以及第四十二屆金馬獎 都得到最佳影片 更獲得最佳導演獎 至當時導演李安不太能接受 應該要給這一套的時光 侯孝賢 金馬獎堂堂萬讀第五十一屆 每一部作品都在華人第一史上 留下了珍貴的影像 歷史記憶 新唐人雅翰電視 陳惠耀 李晶晶 綜合報導